我跟我妈妈就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从爱情保卫战开始 你不要告诉我你妈妈也很喜欢我 你知不知道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就是我 我也很喜欢你 是吧 但是你刚才说你曾经的外号也叫大妈 对 很难把你的形象跟大妈联合起来 来我们朝前看 为什么有人叫你叫大妈呢 因为可能原来就是我的话会比较胖 在刚中时间 以前有140多斤 看不出来嘛 对 然后就是因为上大学之前 想要改变从学习方面以外的其他方面 想要改变下自己 所以就去减肥 然后去学舞蹈了 你咋减的 我减肥的时候 其实那段时间也蛮辛苦的 就是通过运动 还有就控制饮食 还包括我的穴位减肥法 穴位减肥法 对 然后就刮痧也会结合到一起 你没有喝病生源 病生源不是减肥挺好的吗 我妈妈有喝 我妈妈有喝 这上面写你跳舞跳得不错 对 然后就是因为我上大学之前 想要去改变一下我自己 然后从我的体重 然后包括其他方面的爱好 找到了一个跳舞的那么一个契机 来 我们一起来看到他的背景资料 首先第一点的话 我之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肥的一个经历 这可以体现到我的一个自律性 包括后来我自己在舞蹈上面取得了这个实际症 第二招是一个我们艺术团的一些主要的荣耀 下面是我们的一个合照 包括我在蹦步歌舞剧院的演出 以及我们一个大合照 我大学的经历可以给我的能力就是 他可以锻炼我的意志和我的自律性 以及珍藏了我的一个交往能力 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可能说就是一个留白的空间比较大 我就像一个U盘的一样 储存的空间会比较大 兼用性也会比较强 我是一个非常适合目标管理型的员工 你知道今天是电商专场吗 知道 你想要去电商工作吗 电商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更多 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 我觉得更多的是带着一种热爱和好奇心 有意向企业没有 我觉得我有意向的点 但是没有意向的 就是没有很具体的哪个企业 什么意向的点 我觉得把女生的美当作一种文化企业来做的那种文化概念 我特别喜欢 就像化妆品公司 还有以及像减肥茶的这些公司 还有各个家 它定位的这种东西 想去女人多的地方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可以把我的会计 或者财务类的这种可以用得到的 像银态下面的证券 我还是蛮想去的 他说他没有意向企业 他意向企业这么多 就是我每个点 他就其实两个点 我告诉你 女生要应聘应该去男人多的地方 不是女 对 然后这就是我第三个点 我说我会带 我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好奇心 说我想去一个我之前没有去接触过的领域 我想一直对这种行业有一种热爱的心开始 我的第一份工作 你的心还挺野的 所以我就说是这三个意向的点 孟宇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概念 叫优盘人生 其实更多的是去中心化 平台化 那今天你刚才12家企业基本你都覆盖到了 但他们虽然同样是电商 但也是不同的领域 你要有一个清晰的指向 那么我也提醒12位BOSS 对他要有更多的专业方向的一些考察 实际上我非常理解 他刚刚走上社会 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所以呢 希望那个孟宇啊 第一个呢 可以炒化妆品 你刚才说了 化妆品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就希望你加入这个年轻的一个团队 然后自由的发飞 你这啥意思 就开始抢人了 这早点 现在是让你问问题 问问题 你有什么感兴趣的要问他的啊 哦 不好意思 孟宇愿意来到广州吗 牛强人 我很喜欢他 那个李孟宇 我有两个问题啊 我看出你的两份实习的工作 我感觉是你父母安排的 所以呢 也就是说在你的性格当中 是不是你会屈服于父母的这样一些指令 是 因为是这样的 我可能说 当时我们大四的时候 很多同学是去实习了 然后我是有一个考研的任务是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的寒暑假 基本上占得特别的慢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是不是经常屈从于父母的意见 嗯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下 可能说就不是特别有了 那请说一件最违抗父母之命的 你认为自己有独立风格的事情 嗯 就是偷偷报名来的这 哇 到这来还要偷偷报名啊 没有 就是 因为可能跟父母对我的职业规划 或者说人生期望有一点点不大一样 那万一要是你今天应聘上了 你父母反对你去那个咋办 这不会的 我也说服了我的父母 就全程都是我妈妈陪我的 现在就特别支持 你妈妈在这儿是吧 说了半天你是在这儿的 来把话筒给妈妈 你好 我是最崇拜你的了 你的经典 对 所以女儿的第一份职业 我非常感动 天呐 面临着这么多的这个老板电商 女儿 女儿一直很听话的 学习也比较优秀 如果你要帮我 请你说以下三句话 第一句 感谢天津卫视 好 感谢天津卫视 感谢非你莫属 感谢非你莫属 感谢这个靠谱的平台 感谢这个靠谱的平台 谢谢 我把女儿送来 我非常放心 选择吧 我现在特别好奇 您是干嘛的 您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工作是老师 您一定是老师当中的领导 您看你那说话领导的口吻 所以你说嘛 一个女儿来应聘 你还跟着来 是吧 她是多美 你是为了见我是吧 谢谢 谢谢 你一开始主持 我就比较欣赏你 最后一句话 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最后一句话 给女儿打打气 好 女儿 放开吧 你的手也放好你的知识 看好你的镜头 面对杀位老板 面对兔磊老师 这个老师好正能量 来 谢谢大姐 请坐 谢谢 黄百艳 我们仨的感受就是 第一 这肯定是亲妈 对 二一个 那个徒劳 人家的母女俩 是奔着您来的 人家对人负责 对 我们就帮到这儿了 谢谢老师 你今天面试的是 培训类和会计财务类工作 对 跟你的专业相关 你毕业了没有 没有 也就是说你是找实习工作 可以这么说 你要求薪资每天多少钱 一个月5000左右 然后 你说日薪 每天不低于多少 不低于150 那照还是挺公道 不低于150 对 有低于限制没有 没有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货磊 接下来是你天生的游戏 接下来是跳舞是吧 跳啥舞啊 跳肚皮舞 肚皮舞啊 掌声 小声 至少 至少 小声 拥及 converge 向小声 坚持 这 美 Sony فقر اساص large You need me All art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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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Is Ya Allah . 我觉得这个舞蹈可能说 作为一个肚皮舞来说 会比较的保守一点 但是我觉得它是当时展示了我 那么的一个状态 给大家或者是老板们的一个印象 那我去勇于去试心 我敢去对自己的突破和破冰 就是这么一个舞蹈 行 舞都跳完了 咱们还是说说财务那事吧 我看到你的求职方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对 从职业毛的角度来说 一个是跟数字打交道 一个是经常跟人打交道 你自己内心到底喜欢哪个方向 我可能更喜欢跟人打交道 你在财务管理学了四年以后 你现在还想找财务管理的工作吗 其实我觉得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是想找一个可能性 它并不是唯一或者是主要的一个求职意向 一半一半吧 我想孟玉现在最关键的一点 是要集中自己的优势 有一个对自己的清晰的定位 来帮助大家给你职位 否则的话你要是太过于迷茫 那么多标签 你不好选 大家也不好接受 对 图人老师你说的非常正确 因为我刚刚听到他回答一个问题 我觉得他不适合做财务了 他说每个月月薪希望五千 你问他日薪的时候一百五 我怎么算也算不到五千 对 这就没平均好 对啊 刚才我看你做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的是策划培训类 我想确认一下是策划逗号培训 还是策划培训 就是策划逗号培训 也就是说你还要多加一个标签 是策划对吗 这个策划是什么样的策划呢 我们当时舞团在招新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男女比例会相差比较大 男生很少招 到时候我们就策划了一个主题 就是说来我们一团 你学习舞蹈的同时 你还可以去可能会找到你生命当中 另一半的真爱 然后当时就打出了那么的一个活动 口号和招新的一个旗号 这算是策划 就是加入我们的社团吧 你们很有可能在学习到这个艺术的同时 还能找到另一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很棒的经验 你喜欢对吧 不是我喜欢 我要给出一些建议 就是说你在多个方向里面 首先我建议你把财务管理的求职方向 直接去掉 否则所有的雇主会认为你不专一 不专业 但是在第二块 你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上 我认为你要今天去重点表达这方面的能力 我觉得孟玉的话 它不太适合做这个财务 因为是什么 财务是比较安静的 因为不安静的话 很容易上出账的 比如说像我们代数妈妈集团一样的 我们有五个分公司 那么五个分公司每个月都有约会 我觉得他这种做活动策划 然后活动的主持 他的声音还是比较甜美的 然后的话 他有一些舞蹈性的专长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发展比较好 对这个我表达有不同意见 我反而觉得 如果我们的团队里面 有一个会跳多屁股的财务 真的会跟那个业务带来一股轻流 啥意思 你说清楚 如果一个财务它很冷冰冰 就像我们传说的 也就是专注于数字 专注于公司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财务 它可能会改变不了现状 你们那的财务都是一边跳舞一边算账的 我们希望有这样的财务 希望有这样的财务 不怕算错 另外一点 就是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 现在的财务已经不是手工账了 小姑娘她会出现22成15度算不好的 这个情况 因为她们习惯的计算器 对吧 实际上她的专业成绩合格了 我觉得问题不大的 你看两个男人审美完全不同 做财务她一定又对这个数字比较敏感 两股相争必有一伤 陶工作的王总 他是真心爱护你 但是我们认为不是那个样子的 不是那个逻辑 现在即便是电子账 即便是用计算器去敲 但是心算是一个财务人员的基本功 另外一个对数字敏感 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 对财务工作人员 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 其实觉得你做个运营小妹 或者做个销售部的这种助理统计 其实是蛮合适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 随选择权在你们手上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气盏灯留着 我们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李肖开始 我们有一个整个杭州的同行 或者说杭州的互联企业 很羡慕的一个职位 四次元 又要变回150 来 下一位 培训运云都可以 地点拧波 好 来 下一位 随大王公司可以提供一个销售助理 然后我们工作地点是浙江精华 来 王小军 那第一个赶快来就是财务助理 因为我真的是希望 我们的财务的风格 能够取得一些变化 那第二个赶快来就是策划助理 我们的工作地点是杭州 来 汤南 提供的是财务助理 我们企业当中帅哥美女很多 我们所有的活动 都是我们自己的员工组织的 所以在这里面 你也应该有很好的发挥空间 谢谢 地点 地点在北京 我们这儿正好是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职位 是什么的 叫产品策划 地点 地点是在北京 好 来 下一位 集团总经办的活动策划 我觉得做这一块的话 活动策划这一块比较好的 应该是在北京 在北京 在北京 进北京 在北京 下屠北京 中心 在北京 武汉 南京 大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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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